预告一下后面我们要讲的就是有关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 物件导向很重要的一些观念 像什么叫继承 那另外呢 类别里面又有所谓的抽象类别 什么叫抽象类别 另外还有所谓的界面 什么叫界面 那这些重要的观念呢 在那个TRAVA物件导向的程式设计观念 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一直都会被使用到 所以这部分的话如果你观念不清楚 你在设计上面呢 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些这个重要的观念 用在你的设计上面 那什么叫做继承 继承比如说有负类别子 类别相关的继承概念 那类别的架构 类别的继承 还有什么叫附写 什么叫隐藏负类别的方法等等的 这相关我想 另外还有使用负类别的建构值 因为类别你继承它之后 它同样有建构值 你要怎么去使用它 那相关的架构 我想各位稍微把这个部分的 大概讲一看一下 另外的话 在各位书里面也有提到 我想这些相关的书其实还蛮多的 那我都会参照很多本书里面 我觉得讲的比较好的 我会拿它来用 尤其像有些sample 我也会拿它来用 那这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另外我有补充 前面有讲过就有一本书叫 名解Java 它有一些sample我觉得写得还不错 比如说呢 我今天建了一个car 这个car的话就车辆 那车辆部分的话呢 比如说我这个car里面呢 有名称 有宽 有高 有长度 那不一样的车子 当然会显示不一样 还有就是说 它移动的坐标 跟它可能会需要的燃油 它的燃油 然后呢可以跑多少公里 诸如此类的相关讯息 然后我就建了另外一个 先建一个car的一个 类别之后 然后这边有一个car的一个 Teser 1的一个范例 这个是名解Java里面的范例 我觉得设计的还不错 其实可以给各位参考 那里面的话 比如说呢 车子的相关规格 那我们可以 我这边执行起来 这边可以提供几个 这边有一个几个数值 比如说长宽高 还有它的燃油 有没有 每一台车一定会 长宽高 还有它燃油 就是油箱大小 然后最后的话 把这相关的规格给输出 输出 然后中间加一个分隔符号 再输出下一台车 那Viz跟March 现在都 就是都算小车了 那我如果把它执行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把相关的讯息 把它述出来 那这个地方就是 借由什么呢 借由这个car 去显示出来 car这个 这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 就是帮我储存相关的资料 那储存哪些资料呢 就包括就是长宽高 然后呢 最后帮我把它print出去 那另外呢 进一步的话 这边有一个test2的这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当然可以进阶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去制定 比如说输入什么名称 哪一台车 然后宽高 然后还有油量 还有油量部分的话呢 你也可以自己输入 那不会油量部分的话 甚至可以怎么样呢 假设你跑的距离 这边有X跟Y的距离 那你跑几公里 会有一个算法 可以算出 你移动之后 会需要花多少燃料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是它有一个 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值 不过你也可以估算一下 比如说你跑多少公里 可能会需要花多少燃料 这个当然你也可以写 其实我会发现 现在因为汽油一直在涨 然后呢 大家拼命要省钱 你看油也涨 电也涨 好像什么都涨 所以呢 其实如果你们将来 朝那个什么呢 如何交加省钱的APP 应该会很多人 想要把它download 比如说你就是 那个APP就是省油的APP 怎么样让人 让这个一般人 用你的APP之后 可以帮他省油 那其实省油就是省钱 其实从这个方向思考 也是应该不错的 就download次数增加的话 或许可以帮助 你可以在APP上面 多增加一点点的 这个知名度 ok那这里的话 比如说第一个是 直接把它输出很简单的 名称常况很高 那第二个sample 各位也可以思考看 有没有办法怎么办呢 给他一个名称 比如说名称叫 随便输入一个 比如说 随便输入一个 BMX ok 像我之前就看一台车 是那个Lexus 我现在对那个油电车 还蛮有兴趣的 它有一台叫CT200H 这一台好像在路上 可见几率还蛮高的 它这个号称可以 每公升在市区可以 可以跑 每公升可以跑30几公里 30几公里 31啦 这个是能源局测出来的 市区啊 因为基本上它有电的时候 它就用电来跑 没电才充电 你刹车也会充电嘛 所以基本上 我还看到这个数字 比摩托车还省油啊 理论上啦 对不对 所以如果像这种车子的话 就不过后来算一算 这个车架很贵 可能要省到油 再去弥补那个车架 应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是Lexus的一台车 这一台我有去试 试开过 还蛮好玩的 我说太小了 对真的太小 后来我就不考 暂时不考虑了 暂时不考虑 但是如果是 你是单身 或者是你可能是 就是说 平常债的人不多的话 其实倒还不错 因为前座没有影响 开车的只有后座空间小而已 空间小而已 那比如像这个车 车宽 你假设你随便输入一个值好了 然后车高也是输入一个值 OK 然后车长 然后最后的话 汽油量 它好像45公升量 那你跑的 是不是要 是否移动 所以这边yes或no 这边可以用一个 触或false去判断 如果yes的话 那就1 那你移动的exo 其实这个 这个用这个看可能很难 很难那个 什么叫x方向移动距离 所以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你像什么台北 或者让人家去挑哪一个 台北到桃园到呢 你可以有一个距离嘛 那你就选1234这样子 然后帮它计算出来 诸如此类的 反正这个部分可以再思考 比20好 然后y移动距离是30 他说剩余油量这样子 就是 这个我不知道它怎么算出来 它是直线的吧 没有 它不是 它是x 从出发点到终点 然后机械去算 它是用 它是用这样子 它是用 这个20嘛 这个30嘛 这样子 这样的距离 这样的距离 然后再去 再去传 再去这样 不过这个公司 我想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不见得一定要照它的 它只是说 提供给我们一个 一个发想嘛 不见得说 我们今天完完全全 各位可以照它的逻辑 去思考一下 然后你可以想出 你自己的app出来 那当然这部分的话 就是结合前面所讲的 这边的话 那这个sample 我也可以给各位参考 就是说怎么去改 然后改成你自己想要的一个模式 大概是这样 那主要就是一个card的一个 这个类别 里面的话 那它移动的方向是 传进来一定是一个double值 那利用什么呢 求什么呢 求它的平方根 应该是 对平方根嘛 求它的平方根 两个相乘 加上这个两个相乘 算出移动的位置 对 学一边的距离嘛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 再来就是 如果说 对距离大于 所以它每 对等于是说 每公里只能跑 一公 一公升只能跑一公里 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 所以这里的话 还缺一个所谓的油耗 就是说 可能你一公升的汽油 可以跑几公里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还可以再 再做一个修改 OK 比如说你一公升 可以跑十公里 然后你的移动距离 哪一点到哪一点 当然最好这边还可以结合什么 Google Map Google Map不是有一个 那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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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点 你这一点到这一点 相距多少 其实Google里面也会回传 你可以透过Google Map 它可以回传给你距离 你可以再帮它做计算 对取得Google Map本身的那个值 它帮你规划出来的结果 那你取得那个值 也可以给它一个友好 诸如此类的 我想这一方 大概给各位参考 这个等一下我会把 这三个 这三个卡拉斯 会把Source提供给各位 那你们再自己 再参考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那个第八章的那个 就是我们之后要讲的 有关那个继承 抽象类别跟界面 所以这部分会比较难一点点 那请各位可以 再参考一下讲义 或者是说 在阅读相关 就是我们那个上课 就是好像有一本书嘛 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类别 类别的这个继承的观念 跟抽象类别 还有就是界面 这几个其实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对各位来说 如果你没有接触过Java 或者相关的物件导向 观念的程式语言 会比较不容易理解 那今天的那个 今天的部分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有关物件导向程式设计 如果是建立一个类别的部分 其实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 这个物件导向的 这些相关观念 其实也会比较不容易理解 那这部分的话 请可以再做一些些练习 或者甚至把程式稍微改写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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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